這一支遮瑕刷它非常厲害 它是用蛇型刷毛設計 如果說我們要遮蓋我們的鼻翼 它這個尖端 它可以去做一個很好的遮蓋 真的超好用 我覺得身為一個好媳婦好情人的話 底妝很重要就是要無暇保頭 沒錯 這一支 英特貴這支超厲害 它裡面有一個獨特的無中立粉體技術 而且它上在臉上會非常的輕透之外 我們臉上該有的譬如說像毛孔 瑕疵的話 它都可以遮得一乾二斤 而且它其實是半霧光質地 蠻符合今年的趨勢 而且很好推喔 你看 真的 而且很超貼的 完全沒有任何卡紋的感覺有沒有 還有這一支 像我們打完底妝之後 其實很重要的譬如說像黑眼圈的部分 也需要遮得一乾二斤 它裡面其實很多的一些清透的成分在裡面 而且很好推 完全不會卡紋 你看 這個銷環 延展性很高 而且我記得它的射號非常齊全 你看真的很貼喔 而且它還是有射效果 喔 蠻多的耶 蠻安全性的 對 用造出來的 哇 這一盤 這一盤是網路上的討論色 非常非常的火候 真的 它的這色系就是它的那個限定的濃情可可 你看喔 它的上面第一排全都是霧面 真的是零費色 然後下面這一盤 想閃就閃 各種亮片都有 喔 對啊 一盤比較有霧面又有亮面 而且這顆粒要品牌我是真的很喜歡的 這一個 Kiss Me的那個睫毛底膏 它這個睫毛底膏的話 它其實是藍色的 所以說你直接不管是打底或者是單插都可以 而且我覺得這個就很適合好媳婦的那一款 這個的話是韓國的一個網紅品牌叫Sealy 這一款是纖長型的 所以說它刷起來會讓你就是非常的根根分明 而且可以達到那個濃密 剛好可以接到那個底膏的後面 我們可以去做就是好輕人做銜接 而且我們在做改裝的時候不用擦掉 直接就疊上去了 而且它的眼線角比啊 是我覺得很防省很持久 它非常的自然 所以你如果畫在內眼線的時候 那個眼神是有深邃度的 但它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很刻意 對 熱賣單品 好啦我先來跳一下 剛剛那些都要 都要 今天都要用到 沒錯 今天都要用到 你都要 小孩子才做成什麼 不對不對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喔這一隻啊 眼線液 它真的畫起來很濃烈 剛剛Ivan也有提到一個關鍵重點 就是好媳婦跟好情人的一線之隔 可以透過眼線直接去做一個轉換 就靠這一筆了 對 就靠這筆 就是這一筆了 這一隻是接近黑色的深咖啡色 還有還有還有這一隻 大家都必備 對啊 沒錯 真的 小吃好帶重點又好花 根根分明它都可以 聽這聲音就很多 我的人也很豐富耶 對 關注它很久 超貼 而且完全不會寫毛孔耶 真的 珠光最怕就是寫毛孔 沒錯 那接下來就是因為要當好情人 又要當好媳婦 我覺得光澤一定不能少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氣色 對 氣色的話我覺得 這一隻 這一隻 它的磁裝度非常的棒 因為你從早上要到好媳婦 晚上要到好媳婦 那你腮紅絕對不能掉 你看在上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 過年不是天氣的時候會很冷 對 比較乾燥一點是天氣 而且它這邊看 它是濕潤的 它是有一種光澤的耶 而且確實腮紅磁裝度要高 一定要選這種腮紅霜啊 或是這種磅狀 其實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完全就是會服貼在 就算你是有什麼細紋啊 毛孔 它都服貼度非常的棒 對 真的 我覺得這一隻就是很適合當今天的主機使用 沒錯 剛開始好媳婦的時候 一定要有那種自然的氣色感 不能夠太重 不能太硬 所以 對 感覺是要裸粉一些些的顏色 這個其實是柯莉奧的新品 但我覺得它在這個季節也還蠻適合使用的 它是水光盾唇膏 等一下 我覺得它的包裝也太精進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非常的有專櫃質感 對 它是有一點那種透明的 對 而且它的顏色非常的服貼 顯色 一般來說水光感啊 都會比較不磁色啊 或者是說飽和度沒那麼高 但它的顯色輕輕一化就是 非常服貼 其實師傅擦這個磅狗會超愛它的耶 對齁 是不是 就會覺得這個蠢 我剛才很值得疼 對 你發現了 我發現了 我剛才試擦了一下 我發現它有一個淡淡的果香 沒錯 它裡面有玫瑰萃取 所以它有一點淡淡的花香 同時它又有摩洛歌油 除了你剛剛提到的眼線以外 其實我覺得在好情人跟好媳婦的一個轉換的時候 其實顏色它就會是關鍵 這時候我們想要讓自己變成好情人 那這個顏色稍微再做一個加深的色澤成色 那其實可以直接疊擦上 沒有錯 對 我們可以稍微把這個顏色轉換成這種比較紅潤一點的 其實搭配眼線的那種魅力整個氛圍就會出來 還蠻喜歡這個刷具品牌的 真的超好用 我跟你說 我們上次不是開五支嗎 對五支 這是他們另外三支 是新品 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支遮瑕刷 這一支遮瑕刷它非常厲害 它是用蛇型刷毛設計 它上面有一個尖端 有看到嗎 所以它在我們如果說我們要遮蓋我們的鼻翼 它這個尖端看它可以去做一個很好的遮蓋 哦 服貼 對 服貼 精準 精準 沒錯 而且尤其在眼下的地方 我們很容易就是可能刷子如果太大 它可能就會眨到眼睛 但這不會 而且它同時不會去沾黏到我們先前蓋好的粉底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蛇型設計 感覺在我們的唇周 當我想要勾勒出完美的唇部線條的時候 其實它在嘴角的暗沉啊 或者是補妝其實 必備耶 沒錯 好期待喔 大家都決定好了 那我們就用今天的這個必備單品 來打造我們好媳婦跟好情人的妝容吧 這一次呢因為為了人想要讓妝容可以做日夜間的轉換 所以必須選用持妝一整天的粉底液 那這一款粉底液呢 因為它有清爽又有保濕的效果 修飾毛孔效果又非常的棒 那還有特別選用一個亮衣間的遮瑕膏 去做提亮 那再搭配遮瑕刷可以使用在局部的精準的部位 比如說像鼻翼 黑眼圈 或是眼下 那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底妝更持久更服貼 腮紅的部分呢為了持妝 所以這次選用了腮紅棒 選用粉色的腮紅 它可以散發出自然紅潤的氣色 再用搭配畫圓的方式 不管是好媳婦或是好情人的風格 都非常適合 好媳婦的妝容啊其實最重要的是柔和的眼神 那這部分的話會選用就是大地色系 那大地色系的話會幫它就是由淺到繩去做堆疊 然後最後呢在我們的眼神的中間再加一點點珠光去做點綴 再來就是我們的眼神 那這部分的話當然就是根根分明的睫毛 像深藍色的睫毛底膏 因為它的顏色的話跟我們的原生睫毛會比較接近 它又不會太搶眼睛的重點 那再來畫柔和的眼神 當然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眼線腳筆 內眼線的去稍微描繪一下 讓它眼神會比較有聲 今天要打造這個好媳婦的唇妝 其實重點就在於要非常的自然 然後帶出好氣色 這個會是關鍵 那今天選用的唇膏呢會特別是帶有點光澤 同時呢會讓唇部的潤折度比較好 那透過粉裸色讓自己的氣色可以更加提升 在唇周的部分呢也可以將線條的立體度稍微做一個勾勒 氣色上面看起來更加的粉嫩 完整的呈現好媳婦的妝容 那要從好媳婦變成好情人的妝容重點 其實關鍵就在於眼線和我們的唇色 其實只要透過眼線一筆 將眼尾的線條做一個延伸 加強我們眼部的深邃度 這時候呢再運用我們唇彩的彩度 加重來搭配我們整體的妝容 就可以快速而且非常輕鬆的從好媳婦轉換成好情人喔 尊重來搭配我 我們今天都會做的是 MNG pupu